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好 今天我们来讲 怎样 剪切 扶质 和粘贴 这个东西是比较容易的事情 就跟一般的文字上面的剪切和扶质 这个粘贴是一样的 在五线谱中间呢 我们一般的情况下用什么情况下用剪切呢 比如说现在我们写好了一个前奏 我觉得这个前奏不够 我们前面呢 我们觉得哦 还要增加两个小节 两种方法 一种就是我们增加小节 第二种方法就是用那种剪切的情况下 怎么样剪切呢 我们把这个地方选择 用我们的这个鼠标器选择 看看啊 这上面选择 往下面走 它就看红的 然后呢 我们在编辑这个上面写一个剪切 然后我们挪过来两个小节 在这个地方 然后呢 我们在粘贴 那么前面就把这个前面的这个两个空格的一个空出来了 就是整个把这四个小节往后挪了一个位置 这个是这个剪切 然后粘贴 我们还有一个命令呢 我们还有一个命令呢 就是这个扶制和粘贴 好 现在如果是说我们这个地方前面 两个小节 我们觉得要把这两个小节把它放到这个地方来 我们觉得这个地方多写了 然后这个地方我们要 要重复这两个小节 我们就把这两个小节 给它选择 然后呢 在这个编辑这个地方呢 我们写一个扶制 然后在这个地方 然后 粘贴 好 然后就把这个地方粘贴在这个地方来了 这个粘贴 我们可以呢 一个小节粘贴 一个小节的扶制 或者是一个身部扶制 比如说我们就 要扶制右手部分 钢琴的右手部分 我们就选择这个部分 然后这个地方扶制下来 扶制 然后 粘贴到这个地方来 编辑 然后粘贴 我们就 就扶制了一个右手部分 左手部分呢 我们也可以单独 比如说我们 有一段旋律写出来 左手部分可以重复的 那我说 我们这个地方呢 就把左手部分 重复的 粘贴下来就是了 扶制 然后这个地方粘贴 然后这个地方呢 粘贴 然后这个地方呢 粘贴 可以前面像这个左手部分 我们旋律可以继续写下去 但是呢这个左手部分呢 我们一般呢 就是说把它粘贴 在英文里面我们叫做 copy 然后paste 然后cut and paste 这个也是个非常简单的一个 这个 编辑手法 希望大家 容易理解 如果有什么问题 可以给我写信 OK 再见